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隨著今年球季已經畫上句號 過去幾週已經大家回顧了幾位旅美球員本季的表現 本週我們來回顧最後兩位球員 分別是來自紅雀農場的林振偉 和紅人農場的林勝恩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想更了解棒球數據的意義 就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還要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一起認識數據棒球喔 如果想要回顧球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首先讓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位新生代的火球男 郭洪志的直至林振偉 本季期中的時候 紅卻因為林振偉在美國選秀聯盟中的表現 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優異的火球給吸引 最後他直接端上了一張50萬美元的錢元金 讓林振偉終於順利一圓呂美夢 呂美不久 林振偉就很快加入了新人聯盟 兩場先發雖然說以新人聯盟而言 被上野域稍嫌偏高了 但整體能就有不差的壓制能力 也讓他很快就升上EA 但是就像之前在季中每個月回顧的時候所提到的 林振偉在新人聯盟出現的問題 絕對會在升上EA後更加被放大 控球的問題將本身雖然球是快 卻不是能製造灰空的火球 也讓他明明是在超級投手天堂的紅雀EA主場 僅僅市場先發就埋了兩發拳雷打 表現上可以說是非常的不理想 而在本季詳細數據 先來看到新人聯盟 其實本季在新人聯盟的樣本數是非常小的 但這樣4.29 的小樣本中 林振偉能就展現出一定的解決說打壓制能力 甚至得點圈友人的時候 更沒有讓任何達者上過了 都是值得贊許之處 然而明對誘打者被打的安打偏多 也說明他的球儒其實並不是 那一讓達者掌握我的類型 只是這個層級對林振偉而言 其實也已經可以解決 並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在這裡 因此紅雀雖然說速度有點太快了 但是兩場就升上EA 也能就是可以考慮的做法 升上EA後 控球的老毛病又再次回到林振偉身上 原本面對右達者究竟被對手掌握度極高 在面對更強的達者時 對手掌握度也上升了一大截 甚至原本在新人聯盟壓制得很好的左達者 也因為林振偉自身控球問題 已導致眼中偏高的飽鬆出現 讓左達者也能輕鬆選球上來囉 更甚至在新人聯盟做得很好的得點圈壓制能力 在來到EA後是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 除了自己的控球問題 對手掌握他的球路太過輕鬆 都是林振偉比較辛苦的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 本集組客場成績差異極大 除了客場就一場 還是林振偉目前的旅美代表作 靠得那場不差的狀況 角出了六局好投 雖然對手因為他自己的寶聳偏多 而選了不少的寶聳 但他那一場還是讓對手總是擊球品質不理想 不過在主場 在紅雀這樣超級投手天堂的主場 林振偉沒有能展現出一定的水準 而壓制能力 絕對會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消息 也讓他的未來多少讓人有些不安心 再來看到林勝恩 本季同樣是在季中才被簽約 但簽約金高達120萬美元的林勝恩 在旅美後顯示到春訓基地報導 隨後便前往新人聯盟開始球季 在345個打戲中 林勝恩還是只有6隻安打 整體的打擊和狀況都不能算是太好 很明顯還在努力實行這個全新環境和投手強度 明年或許會在經歷這個修賽季的適應後 可以有更好的表現產出 看到本季表現的部分 本季林勝恩雖然在安打方面並不出色 但本身並不會消失的選球能力 倒是林勝恩在這張低潮適應期 還是做得很理想的一個部分 另外目前面對左投手更出色的攻擊長達火力 也絕對會是林勝恩未來可以好好維持 和發揮下去的優勢 最後看到本季就很快擠進球隊新秀榜 第19名的林勝恩在官網的球灘報告 在官網球灘報告中 清楚地展現出林勝恩是頭打兩端 都可以有未來性的球灘報告 而且也提到紅人球灯表態 目前只是暫時兩年關機林勝恩的投球 未來仍然會讓他除了打擊以外 也可能會到兼備投手訓練 從12刀流 但目前為止 各個球灘都是比較看好林勝恩打擊 深過他的投球 除了因為他展現優異的扎實擊球實力以外 更甚至有一定的泡滑存在 大家還自認為他的長達實力 還會隨著增重後再更加提升 另外優異的運動能力和比例 被看好除以神人遊擊手 或是在外野展現優異的快腿也沒有問題 此外投球均速92英里的他 搭配75mine左右的滑球 和80mine左右的變速球 也被認為有機會成為中繼投手的高度 本季 對於這兩位集中才旅美的球員而言 絕對是潛心環境的適應和挑戰 但是兩人都有各自的努力成長之處 不過林勝恩可能會成為 台灣第一位雙刀流的可能性 或許才是這兩人最被關心之處了 不知道你們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這次各個旅美球員的本季回顧 也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棒球季也正式落幕了 接下來除了國際賽 還有不少棒球焦點 同樣也會帶大家一起來關注 也舒服各位支持的球隊 都能一直贏球喔 另外還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喔 我是指楓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